今年的七夕寢生节 在南方澳跨港大桥来举办 多了淡淡的海味 而一连四天的活动 也活络了南方澳的观光产业 镇长李明哲表示说 雀桥点灯会持续到9月10号 点灯的时间改从晚上6点 到晚上的10点 我想因为这次的效益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想新政府也听到 我们南方澳特别是说在这里 大家的心声 希望能够把这个 寢生节的这个雀桥点灯 能够延续 所以我想县福也非常乐意 所以现在已经确认 这个点灯一直从8月23号 一直到9月10号 这段期间仍然会继续 让这个灯点亮全南方澳 雀桥点灯结束之后 精彩不间断 接连着9月份 接连要登场的是 民歌音乐会还有清语记 以及妈祖文化节等等 充满了人文宗教 以及最热情的音乐会 我们在9月16号 在我们的这个蜡翼观光工厂 这里也办我们每年一度 非常受到欢迎的这个 民歌饗宴 接着9月16、17号 是在南方澳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清语节还有清语记的这样的活动 再来从9月22号开始 连续三天的南洋妈祖文化节的 这个海巡跟陆巡的 这样的宗教的圣典 今年从这个9月开始一连串的活动 特别是我们苏尔政工所 也有举办这个月月抽的活动 我想我们已经抽出两个这个黄金了 那接下来在9月的时候 我们还会继续抽出一个最大奖 所以我想这个月月抽的活动 也受到大家非常的喜爱 所以我们也邀请全国的好朋友 一起来到我们苏尔 第三波的黄金月月抽的活动 即将在9月15号截止 9月16号将会进行黄金一两 以及iPhone14 还有租数券、汤屋券等等 一两黄金得主可能就是你哦 宜蘭新闻记者 南下如采访报道